发动机的大修视频 全网到处都是 没啥稀奇的 但是AT变速箱彻底打伞大修的节目 你们见过几个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变费为宝第三期 之前我花4万块 收购了一条25年前的火星车矿 Lexus LS400迁徙版 上一期我们已经彻底修好了 它的V8发动机 这一期我们干脆一不做 二不修 直接把它变速箱也彻底打伞 彻底让它恢复巅峰状态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修一台二十多年前 老掉牙的自动变速箱 究竟要砸进去多少个W呢 发个弹幕预测一波 接下来就让工具人老李上场吧 哈喽大家好 那这期修变速箱呢 因为我要去外地参加我是车手 所以这次修变速箱的过程 我可能就参与不了了 到时候你带上麦 把那种专业的知识 传达给我们视频前的观众们 我会尽量的给大家 把这个变速箱的整备的细节 里面的重要的知识点 跟大家讲清楚 要讲得生动有趣一点 不会生路浅出 在拆卸之前呢 我们吸取了之前 先修理后清洗的经验 这回反过来 我们决定 先清洗后修理 看到这里肯定就有观众部明白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如果跟之前一样 把变速箱拆了之后再喷杀 如果没清理干净 一不小心留了一些细杀在变速箱内部的话 那变速箱就废了 但没拆之前直接喷杀 相对就安全多了 因为只需要先把油道口密封住就可以了 我们用这个胶带 把它这些透气的孔全部给它封住 就像我们人游泳需要戴护目镜塞耳塞一样 这边有两个是变速箱的散热油管 也需要封起来 我们先把这上面的油 给它处理一下 然后胶带就好粘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变速箱的档位开关给它拆下来 防止在清洗的时候弄坏 这个档位开关就是告诉这个变速箱的电脑 现在你挂的是什么档 这边是P档 R2ND2E这样子 我现在把它弄到洗客房 给它做一下简单的清洗先 在喷沙之前 我们先用水枪加清洗液 清除掉了表面多年的油泥 这个过程看着非常的解压 不过清洗完之后再喷完沙 那才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出厂橙色 对比一下之前全是油泥的表面 光这个翻新 多卖两万块钱不过分吧 不过光是清洗干净表面 这叫哪门子的翻新准备呢 我们的目标是把变速箱内部所有的脊脚嘎拉全都清洗干净 再把所有老化损坏的零件 橡胶密封圈全都更换掉 让它从里到外都彻底焕发新生 不过说实话 变速箱内部可比发动机复杂多了 我甚至都有点怀疑老李能不能给它修好 因为上回我们修那个什么宝马的那个双离合的变速箱 不是当时找的外缘帮我们修的吗 然后老李跟我说 他说他职业生涯刚开始学修车的时候 学的就是变速箱的修理 他刚开始居然是从变速箱开始修理 然后变成了修理工 所以我瞬间感觉我又省了一大笔钱 那为什么上次那个宝马双离合你要叫外缘呢 对吧 咱为什么不自己修呢 自己修不是可以省很多钱吗 我忘了我会修人的时候 然后我们拆些油底 把里面的阀体先取出来 所有的自动挡的变速箱 只要你拆解 首先拆的就是阀体 这种红色的胶一般都是原厂出的时候打的密封胶 所以这个变速箱是没有开封过的 它换的纯拆的 然后变速箱有底有两个磁铁 这两个磁铁是吸附那些摩擦片上掉下来的碎屑 防止它到油路里面堵塞油路 这就是变速箱的滤网油隔 这个是这种滤网形式的油隔 不是一种纸滤的 所以这个清洗一下还可以接着用 手套就得摘掉 这种布的绝对不允许使用 因为这个会掉毛 这毛你肉眼又有时候看不到 如果进了阀体的话 到里面卡色滑阀 这个变速箱到时候就会出问题